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财经记者是 我是记者刘于燕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轮源投顾的 王信杰分析师来我们的节目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 那台股今天开高走高 已经破了10600点的关卡 那对于台股在截后爆量大涨 未来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吗 我想今天应该各位亲爱的投资者 很清楚看出来的时候 主要是在整个台积电 今天的一个大涨盘中 最近一度神经大涨七八块左右 来到所谓的233块4附近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光台积电今年大盘 大概就贡献大盘指数 大概70点以上 所以整个也在台积电大涨 今天台股是稍微创下的 整个今年的新高 来到106,168点 可是我相信今天大盘的 加权指数虽然创新高 可是可能很多投资者 今天的心情不是很愉快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很多中小新股 都是做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开高走低 甚至是开低走低 一个比较明显一个拉回的震荡整理 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可能有机会放大到 1400亿以上成交量 所以当整个今天量出来 又是开高走低 目前来看 整个指数的涨幅 有做收定的动作 可能会留个比较长的上线 会不会今天是一个出货量 整个行期的结束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如果就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而言的话 应该短期间还是会在这边上下 整个盘整或盘间的一个格局 还是比较没有改变 毕竟在整个美国股 虽然是持续是一个 还在持续的创新高 再加上本身来讲话 台积电的法术会是在 4月19号开法术会 那预期整个台积电第四季的营收 有机会叫整个第三季 还是有5到18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力道存在 所以可能在法术会前后附近 我想台股应该是可以 承载指数承载相对高大 那这时候可能在10月中下旬后 到整个刚好搭配 所谓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超级财报 财报做一个力度一个出境 以及台积电法术会后 特别到时候 特别在10月下旬 特别留意另外一个转折浮现 那我想在整个今天 所有第三9月营收 全部公布完之后 紧接着整个第三季的财报 就呼之欲出 所以你会发最近未来 投资人要特别注意 第三季的财报好或坏 一些个股可能是这边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那如果从第一个 整个目前盘面上 投资人比较关心的 也特别很多投资人在询问 我们的就是在瓶盖股的一些 接下来的则怎么看法 毕竟当时在8月底 9月初的瓶盖股那一波沙盘 我们也帮各位投资人 投资人精准掌握到 避开那一波的沙盘 那我想最近的瓶盖股的9月营收 虽然都不错 多数的个股都甚至写下 整个今年甚至一个历史的 单月营收新高 可是你会发觉 唯独台积电股价有等力 在创新高 其他的瓶盖股 其实在整个公布营收之后 反而都是开高走地 又开始先入震荡整理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整个瓶盖股这边 应该还要短期间 还是做个区间震荡 如果逼近近线上下附近的瓶盖股 还是建议个头之后 稍微做个小心的动作 近代整个11月3号 苹果公布财报的前后附近 第二只脚的浮现 我想到时候瓶盖股 才是比较好的买点 总之有瓶盖股的 最近反弹还是建议站站卖方 另外一些第三季财报 可能比较不好的 或者景气开始走下坡一些股票 反而都要特别留意 最近反弹结束卖点 包含看到今天的2314的台阳 3515的敦泰 以及3152的景德 等等这些股票 甚至股价却写下整个 最近这两个月波段新低 所以包含在瑞宜金店等等 这些股票 投资要特别做个小心的动作 那我认为 如果要做多投资贸 倒是可以到时候寻求 是第三季财报不错 然后第四季 或者明年的获利成长股 未来这边 随时等待我们的一个锁定的 一个波段买点的浮现的时候 我想我们随时会在整个 财经 随时会在这边 跟投资贸做个一个联络的 一个提醒的动作 谢谢 好我们谢谢王信杰分析师 那除了持续锁定财经计诊室之外 想要了解更多理财的资讯呢 欢迎大家订阅理财周刊的 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